6月20日下午 在中国端午节期间 一批加拿大的英文和华语诗人 在多伦多河谷图书馆 举行诗歌朗诵交流会 祭连中国诗人屈原 这次活动的话 我的想法就是说 把中西诗人结合在一起 因为很多中国诗人写的很好的诗 但是由于语言 就是不能突破自己 然后西方诗人又想了解中国诗人 所以我就觉得 我把这个活动结合在一起 然后用一些翻译 就通过翻译 通过交流 大家可以互相多多促进 然后这个活动的本身 就是说不仅仅我们大家来读诗 然后我们也来讨论诗 然后还能交朋友 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 就是说让大家交流 然后在活动之前和活动之后 我们还有在网上 通过翻译 通过制作照片和诗歌 一起结合 这种艺术形式 让大家来更多的欣赏诗歌 因为今天是去员 就是说端午节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想纪念 就是说因为去员是中国诗歌的 就是父亲之父吧 然后我们就想纪念他 然后呢也可以促进呢 就是加拿大诗人呢 来了解中国传统的诗歌 而且我很高兴呢 这次活动中 很多诗人 就是西方诗人 他去做了自己的research 自己的调查 写了不少诗歌 关于去员的诗歌 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获奖诗人 和加拿大诗人联盟安省代表 中英文双语诗人 心自安拉 共同组织这次 诗歌朗诵交流公益活动 在古典音乐和轻松的气氛中 诗人们分享中英文诗作 朗诵喜爱的诗歌 这是CC News的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